這句話真的要記住 千萬不要跟一隻股票談戀愛 電視節目主持6號名6號 大學時期讀過 富爸爸和爸爸後深受啟發 開始透過投資增加現金流 但有次炒股的經驗 令他損失近10萬 到底有甚麼原因 當時我買了一隻股票 好像是做眼鏡的 因為我喜歡戴眼鏡 當時那隻股票是類似別人所說的 Swing Trade 去到某個位置5元買入 有個幅度去到5.5-5.6便會放出 然後去到某些位置又跌到5元 我便重複貸 其實當時很厲害賺了幾萬元 發現賺了幾萬元後 原來可以這樣貸賺 賺到幾萬元也挺過癮的 最後一次我記得買的數量是買了很多 差不多接近有5-6位數字了 已經是 因為trade的錢大了 誰不知那次我再買之後 咦 它有爆上去的 然後上去我就不放了 我看它會再好一點 但突然間停牌 停牌停到現在沒有了 十萬八萬就沒有仇報了 那次是我以前炒股票 讀書的時候選手最厲害的那次 所以我覺得要懂得分散風險 不要覺得那隻一路都是 幫你贏了很多錢的時候 就躺在身上 你估不到市場或者有甚麼消息 會令你突然間有這麼大的虧損 考股選手之後 6號一度因為工作忙碌 而轉投可穩定收息的籃籌股 後來見到新經濟股的浪潮來到 就轉投ATM等的新經濟股 同時減持手上舊經濟股的比重 令它成功踏上順風車 獲得不錯的回報 風險承受我都算是比較高的 因為我喜歡一些新科技新市民 還有一句話真的要記住 千萬不要跟一隻股票談戀愛 大家都可能知道 譬如買一些舊經濟股 可能是會風 我身邊有些朋友拿著 本身他可能是 很便宜買四、五十元 買那時升到八十元 這個不錯的利潤 已經令到他可以財務自由 但是他就沒有走 之後迎接另一個浪潮的新經濟股 爆上去 他有沒有轉到 那時我轉了馬 幸好自己有選擇轉了 所以我就覺得 因為市場變化太大和太快了 你覺得那件事好嗎 其實很多人都知道 現在的trend不是在那裡 那你就要去轉 譬如你聰明找到一隻 將來的騰訊 當然不怕就一直坐下去 但是要做很多功課 對市場要好認識 對於整個世界發展的東西要好了解 六號投資股票因為夠果斷而獲利 但近十年前買樓心急落錯車的經驗 令他相當後悔 當時他以275萬買入深井的單位 雖然賣樓賺近三成的回報 但下車之後 他到現在都未等到低位入市 住了兩年多之後 就由荃灣以前舊的工作地方 就進入了TVB 即是加入了將軍澳那裡 然後覺得很遠 那時我沒有開車 不如這樣 見到樓已經升了值都不錯 可能有差不多3、4、10%的增值 其實已經很吸引 我對於第一次投資賣樓的人 那我就賣了一層樓去 拿著九個貨幣 就一直在將軍澳上班 就一直租樓住 那時都升得挺多 很多人下車的心態就說 他應該會回到的 沒理由升那麼多 因為由08、09年打後 一直升都升得很厲害 那一邊等一邊租樓 那時又忙著工作 有沒有特別看 又沒什麼理 不知不覺租下租一年 租下租三年 租下租四五年 咦 那個樓已經升了 整體的樓價可能又升了 已經是雙倍 或者七八十個百分之以上 那你更加的心態就覺得 哎呀算了不要買了 那時其實 即是早了下車 追不到香港的樓價 六號轉投日本物業 兩年前用約70萬港元 買入大阪兩層高的複式單位 租近回報有近五至六里 我本身買就是連租約買的 那個租客本身已經住了五六年 其實他們有機會一住 是住一輩子 或者住起碼十幾二十年 至少我肯定有租客 有穩定的回報 原本我打算整個樓價收回來 就裝修過去做B&B 不過因為疫情的關係 幸好就繼續有個長租的租客在這裡住 如果不是因為疫情 譬如旅遊業往 大阪那些住屋需求都很強 譬如酒店 他們B&B 因為有很多東南亞或者很多內地人 過去那些地方住去旅行 或者會在日本買貨買回內地再買 如果轉了做B&B 放租的形式 那個租金回報更強 有成可能八至十一二里 那麼厲害